第666集 没道理啊 但是呢 这有些事啊 一旦开了头 它就很难再往回收了 莫小鱼在对待龙又轩的问题上 给了龙顶天一个模糊的概念 所以龙顶天就一味的想要 撮合自己的妹妹和莫小鱼结合 因为这些年啊 龙顶天算是看出来了 自己这个妹妹不是那种贤贫爱富的人 对出身和家事呢 更是嗤之以鼻 既然如此呢 她对莫小鱼这么照顾 如果说对她没点意思 这也说不过去 这莫小鱼刚刚出去 龙顶天就给龙又轩打了电话 喂 小轩呢 你没上课吧 没有啊 怎么了 备课呢 莫小鱼刚刚回来了 也不知道出了什么事 看起来啊 有点不对劲 龙顶天故意这么说 就是为了照顾龙又轩的脸皮 否则以龙又轩倔强的性格 要单单说莫小鱼回来了 还是自己通知她 怕她难为情啊 出了什么事了 龙又轩皱眉问她 哎呀 我问她 她也不说 估计也不是什么好事吧 龙顶天说道 好了 我知道了 说完 龙又轩就把电话挂了 殊不知啊 此时龙顶天的脸上 出现了得意的微笑 对于这个妹妹啊 她是有亏欠的 她现在就想竭力弥补 果然呢 莫小鱼还没上车 就接到了龙又轩打来的电话 回汤州了 见个面吧 我有事想找你聊聊 龙又轩说道 哎 你怎么知道我回来了 哦 肯定是龙市长吧 好好好 我这就去找你 莫小鱼说完启动汽车 去了艺术学院 本来呢 心情还不错 只要是林雨时不寻情枉法 那这一次康良平是在劫难逃 只是不知道他会何时动手 但是没想到啊 一下车就看到了 文家昌和桑小彤 两个人手牵手从教学楼里出来 没来由的一阵心痛啊 仿佛自己的女朋友 被别人牵着手似的 又一想起文家昌的老爹 文胜利的所作所为 莫小鱼的火气就不打一出来 但是当火气刚刚生腾时啊 却想起了夜晚在寺里 和明正大师闲聊时 明正曾一本正经的告诉他 莫小鱼最大的毛病 就是太容易起怒气 这样很不好 要他一定要学会制怒 莫小鱼边走 边调整自己的气息 一直将刚刚生腾的怒火 强自压了下去 当他走到了文家昌 和桑小彤对面时 已然是烟消云散了 但是呢 莫小鱼啊 并未站下和他们说话 而是打了个招呼 擦身而过 这一幕不但是让文家昌疑惑 就连桑小彤也是疑惑不一样 诶 这家伙怎么了这是啊 文家昌嘀咕道 桑小彤呢没吱声 他的确觉得 莫小鱼这次有点不对劲 也不知道哪不对劲 反正就是觉得有些怪怪的 边走路边调整自己的气息 带到龙又轩的门外时 精神好多了 于是敲了敲门 里面呢传来了一声脆脆的女声 进来 莫小鱼推门而入 一如既往 龙又轩从来不会站起来迎接他一下 方下笔 看了他一眼就不错了 但这一次呢 龙又轩转动自己的椅子 对着门口 好整椅匣的看着进门的莫小鱼 喂 为了一百多案的车 就藏着不敢露头了 人家眨尾刚没那么小气 在唐州等了你好几天 你老是不回来 人家就回老家复原去了 龙又轩说道 真走了 莫小鱼不信的问道 那还有假 哎 你是真的有事 还是为了躲他呀 其实我倒是觉得 他人才难得 你要是真的想组建自己的公司什么的 你该有些人手帮你 否则的话 你这样一个不着调的人 根本赚不起来呀 龙又轩说道 我哪有躲他 我是真的有事 你不找我 我也得过来跟你说一下 哎 明年啊 文家昌的学生会主席 绝对不能让他上 莫小鱼咬牙切齿的说道 这十几天前 这莫小鱼还求着龙又轩这么做 但这才多久啊 居然又变卦了 不由的问起了 莫小鱼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按说呢 这事莫小鱼不能向任何人说 但是龙又轩不同啊 其他人知道了 也许只有担心 比如杜曼雪 饥渴心 但是龙又轩却能给他指点一二 这也是他来见龙又轩的原因 莫小鱼将自己这些天的事 简短的说了一遍 龙又轩是越听越生气 没想到会是这么个结果 但是也是一直埋怨莫小鱼做事不小心 这样下去 祸患无穷啊 你不该这么做 那个金刚头是盗墓的 你不过是一个买东西的 罪名差多了 所以你就不该管这个事 让那个金刚头坐牢算了 和你有什么关系 但是现在你答应再和金刚头一起去古墓 这事就变味了 龙又轩说道 那我现在怎么办啊 莫小鱼问他 现在你只能是按照你们商量好的去做了 既然文胜利想在这件事情上 拉你背黑锅 这没关系 他儿子还在唐州呢 想个办法 把他儿子拉下水就是了 到时候 也要有个交换的空间 龙又轩的眼神里 透露出一股冷冽 那怎么操作啊 莫小鱼问他 这事你就不用管了 我来找人帮你做 你安心做你的事 不要分心 否则可能就漏馅了 师姐 你真是这个 莫小鱼竖起了大拇指 说道 既然是这个了 陪我吃顿饭吧 你也是个大忙人 和你吃顿饭都得预约啊 龙又轩白了莫小鱼一眼 说道 师姐想约我 我随时都能到 莫小鱼调戏了一句 浑身立刻做好了躲避 或者是逃跑的准备 说实话 面对龙又轩 莫小鱼确实是有点怕的 少游坐滑舌 去哪吃啊 没加菜吗 龙又轩问道 我随便啊 我听师姐的 莫小鱼说道 我这个可是为了照顾你啊 喂 你和梅云云到底搞定没有啊 龙又轩脸不红心不跳的 问莫小鱼道 师姐啊 你这是什么话呀 矜持点好不好 大家都是有脸面的人 莫小鱼尴尴尬的说道 脸面 天哪 莫小鱼你还要脸呢 维尔刚刚才听说 你给人家老爹披麻带笑 还掏钱买了唐州最贵的木王 我没说错吧 龙又轩问道 莫小鱼一愣 他记得这事没几个人知道啊 怎么龙又轩对这事这么清楚啊 难道是谁故意告诉他的 这没道理啊